我是文哥去找的傅强哥 然后傅强哥还他的 嗯 1.5万有两种可能 文哥家遇到某种事了 以某种方法激励文哥 我是因为那个视频认识你 但是我能理解金智自己的选择 谢谢谢谢李童姐姐 谢谢 勺子你说反了 应该是胡家人欠金智家的 也没有没事 我现在 其实说实话哈 当时 你们想不想知道 我类型里面真正的想法 可能我说出来你们会骂我 李童大叔 可能我说出来你们会骂我 但是你们 想不想知道 我类型里面真正的想法 因为我以前 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 包括我之前跟大家聊天 我都没有提过这个事情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事情 嗯 后来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 我就忍不住想哭 知道吧 我每次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 我就忍不住想哭 就是 就是你们知道吗 就是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 我心里面我是很生气的 我就是 但是但是 我是以自私的那种想法 就是 以自私的那种想法 就是如果 如果我爸爸不出事的话 我现在起码是个大学生 你们知道你们能理解我吗 就是如果说我父亲当时不出事的话 我和我姐姐 我和我姐姐两个人都是大学生 现在现在我家里面就我的哥哥是大学生 我哥哥因为我哥哥你想一下三个人读书 又是普通农村家里面的 能养三个人读书吗 那 初中以前的话是不教这些不教那些 然后我 但是读了高中以上的话 大学花的钱就更多 所以就因为我父亲出事了 我们直接高中就没读 我们高中一年级 读到高中一年级 都考上了 我们这边考上高中的 人还是很少 农村里面 为了救人还来要钱 就是 我们这边就是 你们知道吗 农村里面能考上高中的人 真的很少 因为都靠自己的努力 你小时候 你这认认真真学习的小孩子 能有多少呀 我们小时候也没有认认真真学习 但是因为父母都在外面打工 觉得很辛苦 就在认真努力的去学习 好不容易考上了高中 好 好不容易考上高中 然后 然后 结果就 我父亲就出这个事情 过后我和我姐姐 就没有读书了 我和我姐姐就没有读书了 我哥哥没办法 我哥哥已经考上大学了 我哥哥已经考上大学了 所以 我哥哥就把大学读完了 至少能找个稳定的工作 我现在 就突然知道这个事情的话 说自私一点的话 就有点气愤 但是说的那个一点的话 我还是 替我爸爸觉得 怎么呢 我爸爸做了一件好事 然后我不会 我现在我想的很开 事情发生 我们是阻止不了的 但是 我很庆幸的是吗 我父亲现在 相安无事的 相安无事的 在我的身边 知道吗 我至少没有让我变成一个单亲家庭 所以我还是很高 很开心 很高兴的 然后 然后我爸爸呢 也说他也没有后悔 只是 唯一对不起的 就是我跟我的姐姐 他我爸爸他就因为这个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以后 很多人也去问他 说你当初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爸爸说哎 这个事情就你过去了 但是哎 我也就他这样的 我也对不起的就是我来两个女儿 哎 我来工作倒下来了 但是你去拉没工作倒下来 就是我爸爸 我爸爸就是这样说的 嗯 现实的你就是真正的你 人生就是顺其自然 对呀 人生 决定不了的 这是自己的 嗯 命那个什么运 对不对 对 嗯 对 如果说 确实 对 我哥哥是 嗯 他能找个稳定的工作 因为大学嘛 找工作很简单 但是呃 我 我妈妈 每个月 需要两三千的 呃 吃药 我妈妈 你们就是我 就是我不可能说拿我妈妈来骗你们 我妈妈每个月需要两三千 真的 他是那个 干燥综合 然后 嗯 他 就是去成都 华西 去就是检查 然后现在又因为 又骨髓上又那个 有有那个牛 所以就呃家里面就可能就是 所以说你们说让我们突然拿一万多块钱去还给文哥 你们觉得我们这样子的情况能不能拿得出来 你们觉得我们这样的情况能不能拿得出来 所以说没办法 呃就我妈妈当时把家里仅有的一千块 家里仅有的一千块 我想我想着我现在都 我因为直播直播不能不能哭但是我现在真的有点忍不住 我我每次我不想去提这件事情 对我不想去提这这件事情的 然后 然后呃但是但是我没办法吗 所以我妈妈也说欠人家钱 人家都找上门了 然后肯定要还 所以说就拿了 所以就拿了一千给那个给文哥 对 然后后来因为我妈妈我妈妈每个月两三千嘛 哪里来的钱两每个月两三千去吃药呀 所以他就瞒着我们有一年都没有吃 他瞒着我们有一年都没有吃那个呃 没有吃那个药 然后后来他因为身体就出现各种问题了嘛 不好意思啊我直播间里面不能给大家那个我没忍住 我没忍住 然后就呃他就一年没有吃那个药 因为医生说的他每个月都要吃 每个月都要吃 然后呃每个月都要吃 他就一年没吃 一年没吃以后他就身体就各方面就出了问题 人就突然就人就突然就不行了 然后又带他去检查 又带去又带他去检查 检查了以后就发现骨髓上有那个什么有 对 嗯文哥不应该来要钱为了救爸爸 金芝爸爸受了三两个女儿大学都贪污了 没有我 我是我不是我真的不是说要哭给你们看 但是我讲起这个事情的话 我是真的忍不住 我如果说我能忍住我肯定不会那个 因为直播不能不能哭哭的话 他会他会呃那个说我 就是会违违规就是所以 嗯他那个是不受那个医那个的 那个轻松轻松哥还是叔叔说的 我妈妈那个是因为在成都华西马是没办法的 嗯 对 嗯 嗯等爸爸会提示 就是就是会提示的 这么多网友支持你应该坚强 每次现在都过去那么久 我现在都24岁了 我现在都24岁了 那么久了我都已经忘的差不多了 我都已经忘的差不多了 对天还亮我爸也还没有回来 不知道去那边干嘛了 不知道去那边干嘛了 嗯 我觉得嗯 胡文不行 嗯也没有 人家能来拜年其实也不错了 我们不能去评判一个人的好与坏 做好自己 嗯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不去评判任何人的好与坏 对 看得我 谢谢大家 嗯 嗯 嗯 对他就是有能稳定的工作 对 有时差呀 我们这边天黑了 应该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差 我们这边应该七点半左右天黑 七点半左右天黑 哦 在这里聊天都忘了还没吃饭呢 我要做我要做饭吃了 我要做饭吃了 热点饭菜吃 对 嗯 不知道我爸去哪里了 赶紧大家你们没有点关注的 可不可以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呀 可以给我点个免费的 哥哥结婚了姐姐也嫁人了 我妈妈去我外婆那里了 我妈妈现在就是什么呢 我希望他去我外婆那里 他要在家的话 他就要干活去采茶呀什么的 因为这两天是茶丰收的季节吗 我们这边茶很多 茶园很多 然后呃到处都是茶 所以说他要他总是要去给别人采茶 然后分他一半 是这样的 嗯 吃饭去吧 好 好谢谢大家入的粉丝团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你们 愿意 愿意跟金芝一起聊天 愿意了解金芝 有那个平淡人生 我妈妈有用过 嗯 谢谢这个圆 谢谢圆哥 谢谢谢谢 不用送礼物 你们 呃有以后 就是说我呢 也没有什么 呃 才艺呀什么的 也没有什么 呃 就是也不太会说话 但是我是真诚的 想要跟大家交朋友 然后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的家乡 然后 了解金芝 你可以网上代卖茶叶 呃 茶叶现在都没有出来 还还在采集当中 对 嗯 谢谢送的粉丝牌 感谢 感谢大家送的粉丝牌和那个 嗯 学学唱歌 我小时候的 梦想是什么 我小时候的梦想 我小时候 喜欢唱歌 但是 呃 因为没有学过 但是因为没有学过 所以说不会唱歌 然后我的 嗯 希望什么呢 我我以前我是想去干嘛 我想去当空姐 我觉得我这个梦想 一点都没有出息 是不是 真的以前有这个梦 喜欢就是想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 嗯也喜欢唱歌 谢谢 谢谢老男孩送的 你们不用送礼物了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就入入粉丝团 对 你们可以帮我入入粉丝团 然后呃有时间呢 就帮我点点赞 就已经特别唱一首歌好去做饭呀 哼 我 那这样好不好 我给你们唱一首歌 我就下播了行不行 直播间的所有的 呃朋友们 唱首歌然后呃 唱首歌然后给你们唱唱 呃就是唱唱歌然后就 下播可以吗 好的好的全部打个好告诉一下我好不好 就唱首歌然后好的全部 呃全部打个好然后呃我看我看一下我 呃嗯 唱首什么歌呢 嗯 哈哈好哈 谢谢谢谢送不用送了那个老男孩 也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 我唱首 哎我看一下哈 哈哈哈 我不知道唱什么歌 嗯 我哎我突然不知道唱什么歌我好激动 这么多人支持我让我唱一首歌我好激动 我好激动但是我不知道唱什么歌 你们建议一下我唱首什么歌吧 建议一下 呃 呃明天会更好吗 好 明天会更好 明天会更好 行行行这么多人都点明天会更好 呃那我唱一首明天会更好 好巧不巧这首歌我会唱 嗯 嗯 那你们不要嫌弃啊我没有学过唱歌 唱歌也能也 没有主要是我唱歌 嗯 不会唱 我 我我真的不会唱歌 你看我唱唱到高音我都破音了 哈哈哈 我真的不会去运用那种运用那个嗓音 我不会不会去应用那种嗓音 所以 所以唱歌都破音了希望你们谅解一下 特别不好意思 特别不好意思用心在唱我特别紧张 我下次不紧张的时候再给大家唱这首歌好不好 对 没事真实呀 我刚刚唱的唱的破音了然后 非常抱歉 然后我这边我就要下播了 嗯 我就要下播了可以了不是专业的 我努力的去学好这首歌 大家都听过这首歌吗 你们都你们都听过这首歌吗 听过的打个听过 然后呃我下次努力的去 呃唱 下次录音的去唱这首歌 你看我们这里就只能通这个小三轮 看到没 只能走这个小三轮 对听过哈 那我下次我就呃唱好听一点唱给大家听 好不好 那我就先下播了 感谢所有今天给精致刷礼物的 你们下次不要给我刷礼物了 谢谢大家 然后感谢大家 谢谢给我点赞的朋友 谢谢点我关注的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好不好 下次我来开播 提前给大家预约 然后我就先下播了 我就去做饭了 拜拜 拜拜 我们直播间所有的 嗯 哥姐姐 叔叔阿姨们 拜拜 嗯 拜拜 拜拜 嗯 嗯 嗯